世界脈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E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arl 今天我想跟大家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个蛮特别的签证 叫Protection Visa 那这Protection Visa在传统的公用的名称就是所谓的难民签 那它不是写Refugee它写Protection 因为它其实包含了就是一种保护签证 那它其实包含了政治庇护啊等等等等的 还有当然一般大家看到这些从做的这些难民传过来 这些难民的这个签证 那这个签证呢其实用途也蛮广的 那当然不是请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直接乱申请 因为我们其实呢 最近大家看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啊 很多这些打工度假的等等的 来了以后然后就为了要待在这边继续申请 我们的意向不是去鼓励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啦 但是呢相对的我个人感觉呢 因为这几年这个世界金融等等贸易战等等 非常非常的混乱 所以呢在不同的情况下 也许这个签证会适用于你 那我今天也是简单介绍一下 不过呢在介绍这个Protection Visa这个保护签证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新的一个DAMA的update哦 OK那在昨天的新闻已经出来就是 其实这个之前大家也都知道啦 就是DAMA Program Launched in Warnambu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在维多利亚城在那个墨俄本往往西靠海岸区 大概开车三个半钟头的一个区块 那这其实之前就已经告知大家 他们那边会开放DAMA的这个项目出来啦 那只是昨天正式的这些官员啊 还有那边的那区的算市长吧 直接就公告了这个DAMA的这个 基本上就开始启动 OK那当然啦 如果这个关注DAMA的这些 观众朋友们最重要最重要的 当然是你希望能够拿到这个担保的签证 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第一呢 你要先去找到有DAMA资质的雇主 或者是让雇主知道有这个方式能够申请 那当然要找专业的走DAMA的部分要找LaborGrim 其实很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process OK那我们进入正式的话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Protection Visa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也带大家来导读一下进到第一呢 进到澳洲移民局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这个签证类别是866的这个编号 它叫Protection Visa 基本上就是来澳洲庇护的 不管你是什么的原因呢 那当然里面我等一下会带大家去看 这个澳洲移民法里面 866签证里面内部的细节 那你可以看说知道到底怎么来申请这个东西 当然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到这个部分 那866呢为什么选择介绍866 因为它是一个onshore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境内 所以你一定是已经进入到澳洲以后 你才能申请 而不是在海外的时候就申请政治庇护 或是什么样不同的这些难民的签证 这一定人一定要在澳洲境内呢 那它这边移民局的介绍其实非常的简略啦 所以这边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 它基本上就要Be a Refugee Engage Australian Complementary Protection Criteria 所以第一个Be a Refugee 那就是你要是一个难民 OK 第二个呢 Meet the Complementary Protection Criteria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我会进到法规里面进去跟大家来沟通 大家来讲解 OK 那还有这个地方 哦刚刚跳掉了 OK 它有一个Meet our Identity Criteria OK 那基本上就是 因为有些人可能从中东等等地方过来的话呢 他这个ID可能没有办法Verify 他可能是逃出来 他可能根本没有护照等等的 所以他们还要去Verify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当时你在申请这个签证之前 已经申请过其他类别的Protection Visa的话呢 你是不能再申请一次的OK 或者是你本身有其他国家的这个ID 你有其他的身份的话呢 那澳洲政府也不会去认可也不会去收纳 他希望你先去其他国家申请 那还有就是你不能已经持有其他这些类别的签证 这是不同类别的Protection Visa 这是多年来不同时期来的人 他们给不同时期的这个Refugee的这个难民的一个签证编号啦 OK 那今天我们就直接跳到 这是移民局的这个我们像我们移民代理移民顾问里面 一定要去采用的这个移民局内部的这个Library 那这里面完完全全都是法规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866的这个签证类别 OK 他这边最主要其实就是这两大段 这两大段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法规里面的36-2-A 还有36-2-A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部分我也为大家打开来 这是最主要他们在定义法规 A在定义是不是达到这一个需要Protection 这个Refugee的这个标准 所以我这边跟大家导读一下 所以A跟AA就在这两个地方 OK 所以第一个呢 他叫 A non-citizen in Australia in respect to whom the minister is satisfied Australia has protection obligation because the person is a refugee OK 这很简单 他基本上说 只要澳洲政府公认的 你是难民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动乱有那个内战 那澳洲政府很直接在透过新闻等等的 国际声援等等的 就会告知说这部分人过来是难民 那只要 那你要注意哦 你如果还没登陆澳洲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申请这个签证的 所以你在海外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在那边喊说我是难民 你没有办法申请的 所以他要求的部分 你们注意就是他是境内参的神 所以你要已经登陆到澳洲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某个人 某个人来澳洲留学 然后他的国家内乱了 战乱了 他回不去了 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战区 那他这个时候就可以申请难民签证 OK 这这 当然这是一个很 crazy 的idea 但是 事情总是会发生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在这边导读一下 叫 a non-citizen in Australia other than non-citizen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 就是不是以上的这种难民的类别的 ok in respect of whom minister is satisfied australia has protection obligation because minister has substantial ground for believe that as necessary the foreseeable consequences of non-citizen being removed from Australia to a receiving country there is a risk real risk that the non-citizen will suffer significant harm OK 这个蓝色的字这是重点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不是难民 你没有这个 内战等等 但是呢 如果你离开 他这边讲 你remove from Australia 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呢 去到receiving country 当然你就是回到你的 本国或是任何 你护照可以去的地方 OK 然后你会造成你 suffer significant harm 就是 非常严重性的一些 人生的一些伤害 或是 这包含了 生理和心理 还有家庭等等 那你都可以达到这个Protection Visa的这个法定的标准 OK 那我们再往下拉下来看 他这边有直接定义什么叫做significant harm 这就是重点了 像我们要申请这个类别的签证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直白直接的告知澳洲移民局 为什么你有这些问题 那澳洲移民局通常也会以另外一个反对来的角度来看 因为很多人用这个方式去申请而造成很多的这些过桥前待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方式去指引你 OK 那你一定要达到这几个标准 第一呢 他叫做 The non-citizen will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or her life arbitrarily OK 哇这个字真的不好念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会在你会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呢 deprive 失去你个人的自由 OK 这简单的这个法定的法律的这个翻译给大家听一下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death paradigm你会死心 OK 那第三个是subject to torture 你会被这个抓去这个逼宫啊干嘛等等的 呃关起来等等的啊 然后那但关起来不算啊 你一定要被torture 就是你会被拷打严刑拷打等等的这种才达到culture 呃然后第一的部分 non-citizen will be subject to cruel in human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这其实跟torture差不多的定义啦 那就是说你会造成一个非人类对待型的一个punishment 去去去去严严考考这个呃 一样啦就是跟torture其实差不多 OK 呃然后最后一个1的部分呢 citizen will subject to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其实呃这几个 呃讲解的东西跟torture其实都是类似的 只是torture的高与低 还有你你你你你在关起来的时候 你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啦 那基本上这几个东西 它细部还有非常多的范例和概念 还有这个法定的定义啦 当然你只要达到这几个标准的情况下呢 在申请这个protection visa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这个法定的标准 那logic的时候当然就成功了 那成功了会怎么样 直接就拿到澳洲的PR了 OK这是protection visa的一个细节 它法律看起来非常少 而且你去它的网站 其实刚刚我们看了就只有两两行字 没有讲太多东西 但它法律里面的这个工坊 其实非常非常复杂 当一般要在做这个难民签证的时候 有很多的上诉申诉等等的程序 那当然里面呢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如果你有对这部分 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给我 OK那这是我们今天 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这个video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video 记得去我们脸书里面按赞 然后或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帮我们订阅 还有旁边的铃铛 记得把它勾起来 我们一有新的消息 您都会有第一手的消息 那就今天到这边 拜拜